孤父家有一大片藕田 每年藕种下之后 他就在藕田里放一些鱼苗 也不需要额外喂养 藕田里的鱼肉质细嫩 鱼鳞略在金黄色 到过年的时候能卖个好价钱 平日里自家人想吃鱼了 便将鱼笼放在藕田里 撒些鱼饵放上一整天 就能补上几条 我们知道常见的做法 就是用酸木瓜来煮的酸辣鱼 又酸又辣特别下饭 家里人都百吃不厌 这次除了酸辣鱼 我也尝试着给他们做 之前没有吃过的菊花鱼 就知道就能吃了 鱼笼 还要做得好 就像鱼笼 盐 鱼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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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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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菜 南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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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 沸騰 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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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把蒸骨切成小块 将鸡蛋 蒸蛋 蒸鸡 蒸鸡 豆腐 生抽 鸡肉 生抽 蒜 水 黄瓜 油 鸡肉 蛋黄 馬上炒到芋頭 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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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老抽 生抽 大蒜 葱 青菜 油 鹽 鹽 鹽 鶡 鹽 牛肉 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